好,这个连日到雨呢,天雨露滑,台九县瑞北景观大道路 有一名将信女驾驶开车行车,疑似是车速过快 不慎撞上了中央分隔岛的电感,撞击力道强大 那么整车是扭曲变形,女驾驶也当场伤重不治 车祸事故现场,白色胶车包夹住电感,车体严重,扭曲变形 女驾驶卡在车内受到重伤,情况危急 获报到场的警销人员现场紧急抢救 算力将女驾驶脱困并火速送奉荣医院救治 好,再来,一二三 不过由于女驾驶受到重创,经医护人员抢救,最后仍回天罚恕 到了现场,发现有一人受困,车体严重变形 即可使用破坏机台,将其救治终于 这起车祸意外是发生在昨天31号下午 地点是在台九县对北警官大道南下车道 根据警方调查,万柔乡马远村的江信驾驶行进该路段 当时滂沱大雨导致了视线不良 再加上天雨路滑 江信驾驶连人带车,呼声撞上中央分隔岛上的电感 越撞击力道强大,车体严重回损 也造成江信女驾驶上众不治 警方呼吁受耐格台风外围环流以及东北季风 共犯效应作用影响,造成部分路段及水湿滑 驾驶人应该注意车前状况 切勿超车行驶,轻车系上安全带 才能保护自己一路平安回家 记者是预兰,瑞瑟采访报道